变形金刚在变形室如果被义务卡住 那么它还能变形吗 我反复观看变形金刚六部曲百变之后 终于找到了答案 我们以大黄蜂独立电影中的反弹球来举例 它与粉碎凤生波之命追杀大黄蜂来到地球 在影片最后与大黄蜂的决战中 由于近身战不敌五五开 反弹球便利用起三变金刚的优势 一举变身为直升机对大黄蜂进行扫射 而大黄蜂利用灵活的身法独立 随后抄起一旁的铁链纵重手术 恕不及防的反弹球就此被铁链环了 而它也被迫还原成人形态降落 此时的它还没意识到问题的领重性 大黄蜂一把就降气扯 再比如说变四里的青天柱 当它被禁闭偷袭至重伤后 由于身体中有炮弹残留 因此也迟迟无法完成变身 最后还是依靠男主凯德将它修复后 青天柱这才化身成人形态 由此也不难看出 如果变形金刚在变形时身体内有异物 那么轻则无法完成变形 重则因为强行变身而导致死亡 除非你能学会大黄蜂那种分头行动 不过此时死去的绝世也有话说 那么你们觉得我说的对吗